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基 我是老汤 对马斯地区战事越来越激烈 俄军采取多路进攻的策略 似乎出现了效果 巴哈姆特西线也有新的变化 乌克兰军方坦诚 俄罗斯有多支部队沿着运河推进 试图夺取重要据点 借此获得这个地区的战略优势 双方激烈交火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声称 第两栋的魔步旅 自伯达尼夫卡向前推进 在卡利尼娜东郊遭遇乌军第42旅 已经把对手逼退到城郊一带 正面进攻的第98空降师 打下围区之后 则是放慢的推进的速度 除了发动几波小规模的地面战之外 俄乌两军多以互相炮击为主 军事专家研判 98师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修整部队 好好养精蓄锐 近代高层下达新的作战指令 至于在88山的攻防站上 俄军则是在森林区 遇到乌军第92突击旅的反攻 战况非常凶猛 92旅无人机操作手 更趁着夜色攻击俄军的运输部队 臭号屠夫的无人机操作手 对美联社表示 据他所知 乌克兰的前线部队 大多数有缺乏弹药的问题 可是俄军不会因为对手没有弹药 就不进攻 所以各单位就要自己想办法面对 就以92旅为例 必须善用手边上的既有资源 和俄军抗衡 虽然他和连队弟兄 都希望拥有足够的装备 但问题是这不现实 既然如此 那就别无选择 毕竟已经决定要和俄军周旋到底 势必会有解决之道 无人机就是他们可以运用的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 第92旅这支部队 曾经是乌克兰的王牌机械旅之一 不但在俄乌爆发战争后 坚守哈尔科夫 更在5月间担任反击战的主力 一支能攻权战的部队 为什么会从机械化旅 变成以步兵为主的突击旅 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是 为了因应战场需求 武装部队需要更多具有机动性 和灵活性的作战单位 来适应山地战及城市战的环境 而且第92旅目前的重装备有限 如果要成为一支机械化旅 会占用太多军备及人力资源 在当前战术战略的整体考量下 改制92旅具有更好应对 俄军攻势的条件 当然这样的说法 虽然解释了92旅降编的原因 不过来自军方内部的消息却透露 早在杂卢斯尼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时 第92旅部队长的指挥权就被架空了 据说92旅主官和杂卢兹尼颇有交情 这就引起军中另一派的眼红 92旅也就成为军方高层权力斗争下的 头号目标 几经折冲杂卢兹尼遭到撤职 等于宣告92旅难以回到以前的辉煌时代 即便换上斯尔斯基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但是早已被边缘化的92旅 想要重返荣耀也变得遥不可及 因为乌军现在的确没有多余的资源 来装备这支部队 并且将它恢复成过去机械化旅的编制 那么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能力守住上千公里的战线 彭博社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俄乌战局已经进入到一个极具关键的时刻 对乌克兰来说 未来几个月将面临非常严苛的考验 尽管欧美多国先后表示会继续提供军援 但是俄军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 无论是装备或人数的比例达到了2比1 甚至是3比1的差距 俄军的优势明显超过乌克兰 倘若基辅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 极有可能会失去越来越多国土 不过难得意志报的分析却更为露骨 明白指出俄军已经突破顿巴斯防线 这种情况不难从每天的战情报告中看出端倪 如果把这些文字讯息转换成军事地图来对比的话 差别就非常清楚 乌克兰前线战情告急的程度 可能远比斯尔斯基公布的消息还要更为严重 德国世界报则是引述奥地利军事专家赖斯纳的分析 研判在最坏的情况下 乌克兰战线存在局部崩溃的高风险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更宣称 截至目前为止 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547平方公里的土地 好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了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终于出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中 报导表示格拉西莫夫向绍一谷报告 军备部门研发新式清兵器的进度 只要通过测试 很快就能播发到前线 交给作战单位使用 虽然目前俄军在战场上看似顺风顺水 不过绍一谷还是严肃警告高阶主观 俄罗斯境内并非绝对安全 为了防范敌对势力或恐怖组织 在俄罗斯境内与临近国家发动武装攻击 俄军日前和塔吉克斯坦举行一场反恐演习 演习想定假设一支武装力量勾结恐怖组织 准备跨境来到塔吉克斯坦境内 并且试图乔装渗透进俄罗斯国内 不料事迹败露 俄军反恐部队便携同塔吉克斯坦快反小组 打击这支结合敌对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 根据联合指挥部的介绍 俄军和塔吉克斯坦部队联手瓦解了这支假想势力的行动 并且在演习中还演练了俄乌战争中使用的战术 同时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部队交流了战场经验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其实这场联合反恐演习的假想目标就是乌克兰 外界也很好奇 少议古这番意有所指的反恐论 是不是夸大了乌克兰的能力 其实俄罗斯国内专家的看法正好相反 因为泽伦斯基又再度向西方喊话 提醒他们乌克兰经过两年多的顽抗 北约及欧盟是不是该兑现当初对乌克兰的承诺 自伦斯基的言下之意就是欧盟和北约别再打关枪了 赶紧把乌克兰的加盟议题安排在议程表上 因为乌克兰不但准备好了也做出了牺牲 然而西方观察家认为 泽伦斯基近乎于逼宫的这套讲话 操作手法实在太过明显 欧盟和北约都看得出来 基辅方面已经拿不出更好的方法 来面对俄军的步步进逼 这代表乌克兰议会通过的动员法案成效有限 很多年轻一男不愿上战场 反而招募到更多年过六十的爷爷志愿者请应上阵 这些爷爷部队或是自掏腰包 或是收集使用过的弹壳 土法炼钢也成功制造出堪用的装备 他们说如果年轻人真的有心保卫国家 即便是拿着锄头或铁锹上战场 或多或少也能压制俄军的气焰 然而问题就出在有太多年轻人为苦怕难 根本不想为这个国家牺牲奉献 所以他们要挺身而出 在年轻人面前树立标杆 能够打动乌克兰的新世代 让他们知道老爷爷们的爱国情操绝对不落人后 虽然爷爷们的行为令人动容 但是前线部队缺乏弹药的问题的确也很棘手 军事观察家分析 泽伦斯基现在大动作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 可以名正言顺的动用北约第五条款 要求北约盟友出兵共同抵抗俄罗斯 只是北约和欧盟不想躺浑水的态度也很明显 毕竟面对普清这样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政治强人 北约也要精打细算一番 万一营火上升 岂不是整个欧洲都要陷入烽火连天 生灵涂炭的混乱中吗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